需要像以前那样 纯进攻型的球员 还是也需要 能传球 能够带动其他队友的球员 还能防 很强的防守者 然后能打无球 跟无前之间能做出配合 有点这种 国内的水花兄弟那感觉 现在又加了一个 能够进半决赛之后 多打几次 把这个旧赛经验给攒足了 可能就是下一步 就是往上更进一步 比如说冲一冲冠军 目前来看还是缺一些经验 包括也缺几个 比如说像广东 好机会 三分球 没中 这球 助明镇 头防他突呢 因为梅森今天还没有进过三分球 这边来三分 助明镇 好球 平均 往回给 助明镇再突 好球 但我觉得现在浙江 有点抓不住防守者点人了 掩护 走右手 突破分球 助明镇的中距离 好球 助明镇今天命中率 非常高 在一度比较被动的局面 抓住了机会 去实现了一个反超 而浙江队呢 他外线的确投得非常准 但是呢 其实也给后边埋下了一个隐患 过来之后 中文镇再去拖 扫反规 梅森 给郭凯 往外转 中文镇再去拖 顶翻了 刘德一 三分球 好球 你别看梅森他这球啊 他往往他这个传球都是有两个机会 看似往其中一个传 实际上这球到另外那个点 所以广州的队员也需要跟梅森再去磨合更多的默契 因为现在呀 广州队阵容太小了 只有郭凯一个大胆 但是刘德一还是来下门 然后打进 张三围 给过来 郭凯往外分 威廉的三分 哦 这已经止不住了 咱们说这个广州队啊 三分球 我说第四节能不能来个三四个 两回合 两三分球 这关键这事由一下就起 赛前咱们就说今天广州队 可能是这个阶段呀 哎呦 王李给太冥想了 招好了基本上半分钟的时间 对 连线九分消耗半分钟 自己是防的 现在还是消耗时间 你看 不着急 找到最后 七秒钟再往里走 郭凯准 中距离 哎呦 杀死比赛了 那没分脑袋上了哈 这球其实只有挑战一下 郭凯还强 看刚才郭准准的中距离带点飘移带点后仰 其实这时候都到这个时候了 球员不可能不专注